我們來到這個拾木洞的九樓 跟大家看看有幾套筍東西 最後幾套整個樓盤 有六套單位 這六套單位是工程庫 底工程款的單位 最後六套單位 高層乾淨 完全超過十六樓的高度 住宅來說 乾淨面相當正 所以這些單位最後幾套 供底貨 都是我們通過關係戶 去拿出來的 保住單位 想關注大灣區最快最新的資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再順手按LIKE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按下小鈴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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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樓的間隔和景觀都一樣 主項房也一樣 主項房 整幅畫 基本上你躺在床上都看到一個一望無際的景 無敵光景 因為下面是一個學用地 學用地不會起太高 所以這個景未來也有保障 細房也一樣 而三四五間間隔是差不多的 好像平時人們住在出差 有行李就全部丟在 我們來到九里 你越後就越近電梯位 可能六七就會近回電梯 這邊就近回單邊 這個是四來的 四五六七 六七就會近電梯位 其實間隔一樣 都給大家看看會更放心 無論它景觀 間隔 朝向 大家都是一字排開的 看看這些房間 買到即賺 我相信這些房間都很快 去得很快 看看大家有沒有 意思是說有哪一間 你覺得可以的 直接就留住它 我們直播都跟大家推介 這些特價的一個燃樓房 然後再看看旁邊的05 我們進入這個 十木棟的905 都是燃樓 234567 互相一樣 這個905 是燃樓 譬如我們買 就買這一套 有人住 旁邊有很多人住 我們看看 都是交流標準 密碼鎖 做一個小的鞋櫃 這裡可以放一些鎖匙包 對 總價三十多萬 就買到一個 精裝修複式兩房的燃樓單位 我們住民宿 一萬 如果禮拜六 去到差不多二百元一萬 實打實的租金 沒錯 因為它未收樓 因為這套是新的 未收樓 所以它未通電 但旁邊那些人在住 我們看它小的一間 一個小的馬桶 做一個小的秋風 這個是一個實境 再一個淋浴的 我們看它整個小的間 是長的 其實總體來說 做公寓就剛剛好夠用 麻雀衰少 但是五藏俱團 再看它的一個 一個開放式廚房 廚櫃都是交標準 這邊還有一個叫 此物間 放一下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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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其實景觀都差不多 跟大家去實地看看 這塊地規劃是一個 前面一塊地 鶴下溶地 鶴下溶地一般都不會太高 應該都是三四樓 高極都是四五層 因為公寓現在九樓的高度 和住宅的十二三樓差不多 因為這裏是複色的 不好意思 到十五六樓差不多 然後還可以看萬達國家度假區的 溫泉酒店裙 高度很高 住宅的十五六樓 最低最低是十六樓高 看這邊可以看萬達的光斧 滑雪長方向 景色相當不錯 光景表面很漂亮 看這個轉彎位 因為這條光比較大 它不單是一面 是看到整個光景 轉彎這裡可以看到 整個景是相當之不錯的 再看這邊 還可以看到一些船 OK 到時江邊都會建設一些情侶路 一號兩岸是非常有休閒的地方 我們去看看它的間隔 它是一個精裝修交流 現在我看到交流居準 我相信很多業主之前買了 我們中天都收到樓 甚至是有些托管公司都開始裝修 入住進了 我們上去二樓看看 二樓是兩房 等於買一層數一層 它下面是 012345 2 3 4 5 6 2 3 4 5 就是43平方 6 7 就會小一點 即是9023 904 902 903 904 905 就會43 0607 就是37 會小一點的 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都是看南向暴敵光景 現在我們的高度 是完全超過16樓的高度 住宅來說 光景面是相當之正的 所以這些單位最後幾套 供底貨 買銷建設 因為之前都已經全部埋了 這幾套都是我們通過關係戶 去拿出來的 保住單位 除了大家如果喜歡 真的要快點下手 再看它的間隔 間隔去看整身 雖然它是公寓四十幾平方 但你放一張大床幫我衣櫃 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飄出去幫我打了它 樓底勉強摸到 如果拳頭來說 是勉強摸到的 即樓底都夠了 都不會太大壓迫感 再看它的二樓的走廊 再一個細房 這個細房更多一個走廊的儲物室 其實這間房也不小 你放一張床 然後這裡當衣櫃 當書桌 完全都可以的 這個儲物間 送也 是不計算面積的 這邊也一樣 這個儲物間 是送給你的 我們再走下去 回顧一下這個戶型 都是一個比較實用型的 它的投資回報率很高 一個月按延市的租金 一個月有些業處做酒短托管的 差不多接近二千元 一年都是二萬多 你總價才三十多萬 回報率有七八個點 現在即是沒有風險 即買即收樓 即買即辦手足 它06和07是一樣的 07沒有開門 06和07沒有一樣的 但06和07會比較小 39點多 未到40 平面度會比較小 但間隔差不多 會便宜一點 67便會按電梯後 間隔我們也可以進去看看 因為它這裏未交樓 還有些東西要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門搜 對 基本上都看不出 我們再看看小手間 小到哪裏 其實這裏是有賣 小到哪裏 其實我未找到 肉眼看不出 我未發現小到哪裏 走一圈給大家看看 這個小的盤 碼頭圍 這裏也會便宜一點 67 這裏還有一個洗衣機 這裏也是先到才行 這邊一樣有一個 住物室 放雪櫃的那裏 對 它的客廳 會不會小一點 好像 我這樣差不多 我真的看不出我的 我找不出來 大家可以找一下 會不會小一點 因為它平面圖 但它實際上的間隔 和剛才的差不多 這裏還可以 比較划算 67的話 我相信 警官會快一點 快手一點 看看誰鬥手快 這幾套 警官都是一模一樣 不會說有任何瑕疵 南向很舒服 海風吹過來 我們帶大家再上去看 它的二樓 我們在這角度看 它的廳後面 後面的間隔都一樣 我們上去二樓看看 這邊的餐廳也是差不多 我們上去二樓看看 細房 跟著主人房 主人房 是不是比較小 會不會是陣的問題 這條柱子的問題 差不多 會不會是闊的問題 是闊一點 柱子是有的 好像 主人房 我會說目測 你走出一點 目測可以小一點 這裏比較小 寬度一樣 但它的大一點 可能到這個位置 感覺好像小了一點 開埋位可能有點不同 是 開監 長度好像窄了一點 但寬度一樣 寬度 景觀也一樣 有可能小了 在房間的廳 可能短一點 短一點 不少 景觀也是一樣 全光景 沒有遮擋 給我租這裏 我會先霸佔主人房 是的 越來越多人租 又好租 又是燃樓 我們不用等 又安全 這裏就是一個 細房 細房就差不多 不知道是不是坐角 我覺得這裏好像大一點 差不多 我感覺差不多 但主人房好像短了一點 這裏 我先看看 進來看看 好像床 床 床一個人 足以人都可以 進來看看 床兩個人都可以 可以 多了這個蒙 但不要床嬌 這裏剛好有一個凹位 是的 0607都差不多 我們再走下去 帶大家 再感受一下這個戶型 非常值得買的 這幾套公寓 我相信 剛剛出來 我們即時跟大家拍片 大家喜歡 即時聯繫 回到中圈 沒錯 揀兩單位 我們現在到了龍光九龍灣 十六棟 五樓 三五室 我們進來看看 現在這個是現樓 這裏全部都是交付標準 可以看看這個 一進門口 這裏有個櫃 可以放一些細型的物件 這裏可以放鎖匙 這裏都會送回鞋櫃 可以放一些鞋 那些東西 進來這隻門 就是密碼鎖 密碼鎖 和指紋鎖 都有的 這邊有一個開放式廚房 這個就是抽油煙機 這個到時是放電池爐的 這個就是洗手盆 有水的 這些都是膠樓標準 有個吊櫃 可以進來拿去洗手間 洗手間這裏就是 鏡櫃 洗手盆 這些全部都是交付標準 這裏都有個電插 可以用來插封筒的東西 有個細抽氣線 還有這裏都有個插 這裏有個駁電位 這裏馬桶都是交付標準的 臨浴間這裏 臨浴間這裏 沒有那個 抗拭分離的 棋缸 那個間隔 我建議最好就是 加上一個鏈 這樣就 好一點 就不會彈到水到處都是 對 那我進來這裏看 這裏就是複式的兩層 這裏第一層就是 這裏可以放電視 這裏可以放電視 這裏可以放沙發 到時如果出租的話 就可以簡單地買少少家電 就可以出租了 這裏的租金 其實一晚的話 正常情況下 應該都是百多元一晚的 對 我們可以看一看窗 外面的景觀 五樓的景觀看出去 就是內圓 可以看到 內圓 以及右手邊 都可以看到少少光景 對 樓層雖然低少少 但也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上樓上看 樓上這些樓梯就是木地板 上面就有兩房 這一邊 這一間房 每間房都有獨立門 掩門 每間房都會有插頭 燈制 都是一燈兩制 這個都可以開箱 這裏到時就放一張床 對 還有這裏就可以擺部 電視機也可以 或者這裏做一個 投影機 投影器 現在大陸很流行 其實很流行 這個位置 其實就可以用來擺行李 因為之前住的公寓 都是用來擺一個 大的 掛衣架 放在這裏 給租客 可以用來擺衣架 對 都很方便 我們可以再看一看 旁邊的房間 面積跟剛才的房間差不多 這裏就可以 有窗 多了窗 採光好些 還有可以看一看內圓 採光也足夠 樓上這裏 都不會太焗促 腳腳才摸到頂 對 還有裝修我覺得挺漂亮的 摸下去也沒有什麼灰 插頭這些裝備都齊全 一般普通添置一點 家具就可以出租了 非常方便 我們來到這個7棟的13604 這個93平方 三房精裝修現樓 即買即入住 即買即交流 這一套都是一個 現在剩下比較漂亮的 一個中間樓層 中高樓層 入到你 密碼鎖 然後再加上 鞋櫃是送的 幫你戴上鞋櫃 這些都是交流標準 我們再看看 入到你 有一個廚房 廚房帶上收入陽台 廚房帶上三個元套 七號演機 沒有氣 爐頭也到了 其實都有人住 旁邊左右 這裡是冰窗位 這裡都挺實用的 還可以放洗衣機 可以放雜物 這裡都可以藍衣 在這邊 渣渣地看到我們的 一個饒氣門市 就是在那個 四櫃酒店 這邊都挺開揚的 這裡景都可以 還要看來源 我看看一間房間 這是實景 這個即買即交流 餐廳 客廳 再加上它的廚房 哇 這個是一個主張桌 還可以看全光景 三 開完之後 是非常之通風 涼在光 它龍光的一個質素 其實裝修都說不可以 我們在這裡 看回它的一個 泳池之餘 在窗裡 是有窗景 是窗景 是窗景 雖然是窗景 但是都比沒有好 它都是 整個小區中間 就會安靜些 這個陽台來說 都比較實用型 九十多平方 很多樓盤現在是塗料 如果不想塗料 因為很多樓盤 現在環保支持 你如果想買瓷磚 那組樓盤 我估計 應該剩下龍光 基本上發展商 都是用塗料 可能成本大些 是真實力測 很多是噴上去的 後面維護 可能要成本 或者經常維護 這些就很耐用 特別是顏色 啡色 我們看到很耐舊 它的喉都配上 這隻底色 是 入住樓都算高 零零散散 其實每棟樓都住到 一半以上 入住樓 現在慢慢去到差不多 超過五成 之前早兩個月 我們直播了商店 二、三成 而一入住樓 是超過五成 差不多到六成 客廳的闊度 夠大 地腳線 天花 都幫你做 通水通電 只不過它交了樓 物業再幫你開電 沒錯 因為安全起見 所以它就 收了樓辦 收了手續 才開通電 我再看看它的客廁 這裏是一個石油家的設計 我們看看 乾濕分離 外面有一個陽台 加上吸引燈 鏡櫃 這些是交入標準 再看看它的房間 這裏是送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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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缸都頗美的 這邊 沒有遮擋 一個叫陽缸房 可以做一個多功能的一個 你看怎樣用 做一間細房 這間細房都看到光景 望內圓和光景 看回泳池 它的泳池是天熱 夏天會開放的 再在這條縫 給大家看看 它是看到整個光景 很難得整個樓盤 剩下中高樓層 美樓層就成為這間 對 價錢相當順 所以這次直播 我們都跟大家去看 整個比較高 這裡 積在積入住 這裏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 都感受一下 我們再看看 感受一下整個空間 給了一場 闊度剛剛好 放張大床 床 床是非常長的 看到嗎 看到 飄窗就幫它打完 就會實用很多 再看回 它的景色 採光也不錯 雖然前面有樓 但它是側望的 其實它的方向 主要是看光景的方向 它設計的時候 完全錯開 不會對著 只要側著對著 如果大家喜歡燃樓 即買即入住 其實這裏我相信適合大家 網簽都很快 即時網簽 即時入住 你現在買到樓 我們中間就是軟裝 幫它搞軟裝 可以幫業主辦理收樓手續 幫你 即時買到樓 住了 其實整個樓程很快 你買 我買樓 我再安裝 我再入住 其實這個樓程很快 買樓 很多樓盤都要等 兩年 三年交樓 或者一年 這個是不用等的 中間樓層 性價比是相當之高 最早期 當時賣七八十萬一間 之前 現在的價錢 是相當之順 五十幾六十萬有成交 中間樓層 這個價錢來講 是非常值得買 大家如果喜歡的 都會即時去下手 好的 OK 就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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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